咱们今天来说说陈旭然被害案 陈旭然是谁呢 年轻的朋友们 可能不知道 但是这陈旭然在90年代的时候 是红遍整个广东 陈旭然是广东当地一个著名的主持人 现在随着这新媒体的兴起 电视也好 广播也好 这主持人很难再成为什么家喻户晓的人物了 很难大红大紫了 但是在当年 要是能做一个电视台主持人 哪可了不得 陈旭然呢 当年呢 在广东主持着几档节目 家庭百事通 早晨 万字千红 共度好时光 一周荧幕 你看这栏目名都很有时代感啊 这些节目的共同点 那就是因为主持人是陈旭然 所以大受欢迎 陈旭然 在广东那是家喻户晓 大家呀 都称赞陈旭然 主持的也好 长得也漂亮 可是 就这么一位家喻户晓的主持人 竟然在1998年 在家里面遇害了 死的是无比的凄惨 这个消息在当年 在全国范围之内 都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这么一位年轻貌美的优秀主持人 为什么就离奇而死呢 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啊 陈旭然家里边可有不少值钱物件啊 那年头电视主持人 那也是高收入群体啊 他的保险柜里 还有十万块钱现金的 现金也没丢 只是丢了几千块钱 那难道陈旭然的死 跟钱财没有关系吗 那又是为了什么呢 怎么呢 从头来说说 陈旭然1968年 出生在广东 父母呢 工作都不错 都是铁饭碗 父亲是老师 母亲呢是公务员 尽管不是大富大贵啊 但是家庭条件还是挺好 因为家庭氛围也好 教育环境也好 陈旭然呢 从内而外 有种富有诗书气自华的那种气质 1984年 陈旭然毕业于广州旅游职业学校 现在来看 那当然不算一个什么好学校 对吧 但是在八十年代初期的时候 还算不错了 毕业之后呢 到了远洋宾馆 做了一个前台服务员 做前台服务员的时候 因为长得漂亮 可就遇到了生命中的贵人了 当时呢 广东台有一档节目叫家庭百事通 到远洋宾馆取景拍摄节目 这档节目的制片人呢 是一位姓陈的女士 这陈女士 见到陈旭然之后 哎哟 气质真好 小姑娘长得真漂亮 于是呢 就对陈旭然挺有兴趣 一番沟通之后 这才发现陈旭然 不光形象好 言谈举止 也很得体 于是这陈制片 就觉得陈旭然 是个当主持人的好苗子 就鼓励他 小陈啊 你可以往主持人方向发展 正好最近呢 台里面有招聘 你可以参加一下 陈旭然当时 岁数也不大 还不到20岁呢 又不是科班出身 也没有经过专门的主持人 培训 更不是播音主持毕业生 怎么当主持人 他哪知道啊 主持人要干什么 完全不了解呀 不过 既然有机会 能取那么好的单位 我呀 还是要努力一把试试 这么着 他就来到了台里边 参加了主持人选拔 但毕竟 没受过专业培训 他跟科班毕业生 比起来呀 依然是有差距 面对镜头 面对闪光灯的时候 无比的紧张 有一段不长的稿子 前前后后 一共拍了三个小时 陈旭然 考完之后都感觉完了 没戏了 肯定不要我 但是 这时候那位陈制片 又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太喜欢陈旭然了 不希望这么一个好苗子 就这么葬送了 于是呢 他又找到了陈旭然 跟他来来回回 谈了好多次 给他各种各样的建议 帮他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 在陈制片的帮助之下 陈旭然就来到了广东电视台 成为了一名电视节目主持人 进入电视台了 一个职业学校毕业的 没有学过播音主持的女孩子 竟然迎来了这样的一个机会 他知道陈制片是自己的贵人 是自己的伯乐 我不能辜负他 他呢 下定决心 恶补播音主持的知识 苦练播音主持的各项专业技能 功夫不负有心人呢 他的主持水平啊 是越来越好 1985年 陈旭然开始正式上节目了 第一档主持的节目 就是珠江频道的早晨 第一回面对镜头 那不可能不紧张啊 整期节目啊 可以说是无功无过 主持的功底啊 明显还是比较稚嫩的 后来呢 在一档档节目之中 不停的积累经验 就又主持了家庭百事通节目 主持功底越来越好 主持风格呢 又别具一格 和那些科班出身的主持人呢 有着截然不同的气质 很快就受到了观众的喜爱 陈旭然的努力 不光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也得到了电视台上上下下 所有领导同事的认可 几年之后 广东台就把当时最火的节目 万字千红 交给了陈旭然主持 而陈旭然呢 也不负期待 这个节目 自从换了陈旭然主持之后 那是红上加红 而陈旭然也成为了广东台最受观众喜爱的女主持人之一 一时间那陈旭然那是风光无良 在广东省家喻户晓 人一旦红了呀 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绯闻 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 其实陈旭然刚进台里不久之后啊 就跟自己的男同事欧志航走到了一起 俩人呢 很快就结婚了 结婚之后 各自努力工作呗 陈旭然一步一步的成为了广东台的主持一脚 而欧志航呢 也是一位很优秀的男主持人 后来呀 也得过不少奖项 照理说 都是优秀的主持人 应该有着很多的共同话题呀 不过结婚几年之后啊 还是和平分手了 既然是和平分手 那就各奔前程吧 1998年 这陈旭然刚满30岁 正是红的法子 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 可就在这一年的12月30号 陈旭然却命丧自己家中 照理说 他住的呀 是广州天河区天城大厦 现在已经很老旧了 但当年那是妥妥的高级住宅 每层楼都有保安巡逻 并且还都有监控摄像头 案发之后 警方以为啊 可以通过监控 迅速的锁定犯罪嫌疑人 可是当警方提出来要看监控的时候 物业却说 哎呀 这摄像头啊 有一段时间没开过了 哎呀 本来能够挺容易破获的案件 这一下就增加了警方的办案难度 陈旭然死亡的消息 社会上传出来之后 也引发了大家的猜测 是不是 这小区的内部人员干的呀 知道监控没开 这才行凶啊 还有人说 是不是有人嫉妒 陈旭然失业如日中天 这才故凶杀人呢 那陈旭然的死 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凶手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呀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了 这陈旭然呢 靠自己的努力 成为了广东家喻户晓的著名主持人 他主持的好几档节目 在当地的收视率 哪都是报表的 那么这陈旭然 为什么会被害 一开始警方也想 是不是裁杀 为裁杀人 但是 真正值钱的物件 可没有损失 保险柜里边有十万的现金 也没丢 只是少了几千块钱的现金 其实啊 当时陈旭然家里边 还有一名保姆呢 但他那房子呀 隔音太好了 装修的也好 所以保姆啊 在旁边屋睡着觉 完全就没听到 陈旭然发出来的动静 等这保姆早上起床之后 按照往常的习惯 开始打扫卫生 刚一出屋门 就发现陈旭然呢 羊脸倒在客厅的地面上 脖子上都是青紫色的掐痕 胸部还有血迹呢 这保姆可吓坏了 他也不敢轻易的动陈旭然 赶紧给陈旭然的姐姐打了电话 陈旭然的姐姐赶到之后 探了探陈旭然的鼻息 发现哪 自己妹妹早就弃绝身亡了 这才拨打了110报警电话 警方赶到之后 通过案发现场 就判断出来 陈旭然是死于他杀 并且在客厅的沙发底下 还找到了一把带血的刀子 随后警方呢 找到大厦物业 要求查看监控 但上期节目咱们也说了 本来天城大厦是有监控的 只不过呀 那一段时间呢 检修了 检修完之后就一直没开 这也就意味着 想通过监控 寻找犯罪嫌疑人 这就不现实了 警方啊 立刻派出多足警力 在案发地点 一方面呢 现场勘察 希望能有新的线索 一方面呢 走访摸牌 陈旭然的死 这可是大事啊 所以当时很多新闻媒体 都赶过来报道这件事情 尤其本身陈旭然 又是媒体人呢 经过媒体报道之后 陈旭然的死讯 迅速的传遍了整个广州 陈旭然被杀害之后啊 主持的多档节目 要么停播 要么找别的主持人代班 老百姓 老百姓街头巷尾 议论的都是这件事 甚至啊 民间有了各种各样 不同的说法 好些个人呢 也努力的向警方提供线索 提供消息 在那么多的线索里面 有这么几条重要线索 对警方来说 是至为重要的 首先呢 天城大厦物业工作人员 提供了一个情况 说有一个员工啊 叫丁国礼 他呢 已经被开除了 但仍然经常来到这里 丁国礼啊 有一个老乡 这个老乡也跟民警说 丁国礼曾经跟我说过 要干一票大的 那么现在丁国礼 可就有了重大嫌疑 那这事是不是丁国礼干的呢 还真是的 丁国礼是湖北人来广东打工的 到了广东之后啊 做过好多工作 但是没有长时间的工作 这个人呢 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的 干什么事啊 都不踏实 直到案发前一段时间 丁国礼跟一个老乡 一起进入天城大厦工作 天城大厦是高档住宅啊 所以对所有工作人员的要求很高 但丁国礼的表现 并不符合人家的用人标准 于是丁国礼就被开除了 反倒是丁国礼的老乡 因为老实本分 人家正式成为了这里的保安 在这之后 丁国礼虽然不在天城大厦 经常会来这来这干嘛呢 就是为了踩点 他也知道 这个地方住的都是有钱人 事发前几天 丁国礼就跟那个老乡 一起吃饭的时候 聊了这么一事 他说了 我想干一票大的 这保安就接着问他 你想干什么呀 什么叫干票大的呀 丁国礼呢 也知道言多必失的道理 所以没接着说下去 反而是岔开话题了 案发当天晚上 丁国礼绕过了有保安巡逻的楼层 还有保安巡逻的这些地方 他毕竟在这干过呀 知道这物业到底巡逻路线是怎样的 哪些地方是关注不到的监控死角 丁国礼兜兜转转转 丁国礼兜兜转转就来到了天成大厦 一栋三十二楼 这栋楼呢 一共啊 有三十三层 他为什么来三十二楼呢 是因为三十二楼啊 没人住 丁国礼就能够在这儿踏踏实实的进行准备 凌晨两点左右 丁国李又从32楼上到了33楼 通过33楼天台的那消防大水管 沿着大楼外墙 一路爬到了31楼 家家户户不都装空调外机吗 他就踩住空调外机 通过陈旭然卧室卫生间的那个气窗 进入室内进行盗窃 卧室里边进来人了 他不可能没动静啊 陈旭然不可能发现不了啊 陈旭然一发现丁国李一看 立刻扑了上去 一只手死死的就摁住了陈旭然的脖子 另一只手呢掏出一把刀子来 就扎在陈旭然的胸前威胁他 一般的女孩见到这场面 早下的腿软了 不会反抗了 但陈旭然呢 胆子还真是挺大 挺有勇气 不断的反抗 正是陈旭然的反抗 让丁国李害怕了 直接就掐晕了陈旭然 没想到陈旭然很快又醒了过来 还想趁着丁国李不注意 跟丁国李搏斗呢 可是丁国李那么紧张的一个情况之下 他必然是很有警惕性的呀 陈旭然一醒过来 丁国李就发现了 陈旭然这时候想大声的呼救 但来不及了 丁国李掐住了他的脖子 陈旭然发不出声音来了 就这么着 很快陈旭然就被丁国李掐死了 杀了人的丁国李也不敢多逗留了 拿着陈旭然的钱包就走了 钱包里有几千块钱现金 这也就是为什么陈旭然家那些值钱的东西 保险柜里边的那现金都没有损失的原因 丁国李把钱包的钱掏出来之后 就扔在了天城大厦的地下停车场 然后离开天城大厦 走了一段距离 打了一辆车 下车的时候啊 连找的零钱都没有 急匆匆的就跑了 而当天那名出租车司机师傅 也给警方反馈了线索 经过体貌特征的对比 丁国李的身份很快就被确定了 与此同时案发现场那边的痕迹物证的侦查工作 也有了突破 根据案发现场提取的血液 经过DNA比对 发现存在两种血液 这也就意味着 有一种血液不是陈旭然的 很可能就是凶手的 另一方面呢 一名技术人员发现排气窗 有被人冻过的痕迹 空调外机上还有犯罪嫌疑人留下的血脚印 这些对于破案来说都有着巨大的帮助 很快警方就根据这些痕迹线索 把丁国李入室抢劫的过程推测了出来 那丁国李做完案之后又逃去哪了呢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了警方呢 根据种种线索 根据现场的痕迹物证 将丁国李入室抢劫杀人的过程就推断了出来 随后警方啊 在33层天台上又发现了 在陈旭然卧室正上方的天台边缘 有摩擦的痕迹 但是这种痕迹不是绳子留下来的 这痕迹啊 呈方形 要是绳子留下来的 应该是呈圆形 对吧 警方呢 还发现天台顶楼 有一卷消防用的 特别粗的那消防水袋被动过 上边同样存在和墙壁摩擦的痕迹 这就证实了警方的猜测 他呀 当时是用这个消防水袋 而不是用的绳子 这消防水袋 他比绳子结实啊 很快警方呢 就开始四处查找丁国李的下落 对他进行秘密搜捕 不过呀 在当年流动人口登记 没有现在这么严格 也没有现在这么详细 而且当时全国的人都往广东跑去打工去 都去寻找新的机会去 所以当时广州市的外来人口比本地人都多 还要多的多 光是从丁国李老家湖北广水到广州打工的就有上万人 警方想寻找丁国李 这是大海捞针呢 那时候又没有现在这么多的天眼系统 于是办案人呐 到丁国李老家进行探访 同时也联系了当地的警方进行协助 到了丁国李的老家 出去的都走了 侦察员呢 接过来话头就说 是啊 现在年轻人呐 都往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跑 但是我们广州的老板现在都开始对外投资了 就像我们老板就想在你们这儿开一个工厂啊 这话说的对于当地人来说这太有诱惑性了 这留守老人眼前一亮 我儿子也在广州打工 很长时间没回来了 要是你们老板在这儿开厂子呀 我一定叫他回来 那您儿子有多长时间没回来了 能放心你自己一个人在家里吗 从过完年走了就一直没回来 最近呢 也一直没信 哦 那你儿子叫什么呀 我们老板呢 要在你们这儿开厂子 所以呢 我们得找你们这儿的年轻人 多了解情况 说不定你儿子我们也认识 回广州之后啊 可以给你带个消息 其实这老人不是别人 正是丁国里的父亲 侦察员因为怕打草惊蛇 所以呢 一直没有直接询问丁国里的父亲 害怕惊动丁国里 但现在一看啊 感情他过年走了还没回来呢 也没联系 老人呢 听这侦察员说完之后 就把自己儿子的名字说了 他呀 叫丁国里 侦察员当时心里边激动的都不行了 但还得假模假式的继续这个聊天 哎呦 这名字好像听过 有没有他照片啊 现在同名同姓的人太多了 丁国里父亲哪知道 眼前不是生意人 不是大老板 而是警察呀 哪知道他儿子犯下人命案子了呀 想都没多想 带着几名民警到家里边看丁国里的照片 侦察员呢 也趁机在丁国里家里溜了一圈 已经能够确定丁国里确实没有回家 随后侦察员呢 就向广州警方报告了这个最新消息 而之前搭载过丁国里的那个出租车司机所说呀 丁国里当时呢 也不是去什么车站火车站之类的地方 很可能丁国里还藏在广东呢 警方呢 联系了很多从湖北广水到广州打工的流动人员 挨个的询问 发现很多广水人哪 不光是在广州 也在东莞的一个镇上 那个镇上好多工厂 哎 好多老乡在那打工呢 警方呢 就顾忌重施呗 又派出多名民警化妆侦察 在东莞那个镇子里面 又走访了很多来自湖北广水的打工者 但还是没有发现丁国里 警方也不着急 我就不信 没有人认识丁国里 既然都是湖北广水来的 一定有认识他的人 那就挨个问吧 只是现在还没问到呢 问来问去 大规模走访之后 真有一条关键线索 反馈回来 有一个老乡说呀 丁国里有一女朋友 俩人已经谈婚论嫁了 他女朋友呢 在广州黄浦区居住 随后根据线索 警方啊 迅速锁定了丁国里女朋友的住处 在附近呢 补下了天罗地网 蹲点守候 还派出一名民警化妆成当地的环卫工人 在附近来来回回的进行流动监控 经过监控 发现丁国里的女朋友 一直是独来独往 哎 进去也是一个人 出来也是一个人 但他怎么买那么多吃的呀 怎么每天扔那么多垃圾呀 一个人生活 那吃不了这么多呀 出租屋里绝对不止一个人 其实丁国里啊 还真是一直藏在女朋友出租屋里呢 因为没有确定性的证据 警方呢 也没有贸然进入出租屋进行搜查 既然已经能够确定丁国里 就藏在这儿 那行啊 咱呢 就归途赛跑 看谁有耐心 谁有恒心吧 一转眼 案发十几天了 现在大家也能感受到 再大的新闻热点 有个十天半个月 大伙也忘差不多了 媒体呢 也不再报道有关陈旭然被害的事了 丁国里感觉风头也过去了 于是他陷身了 他呢 想去不远的地方买份报纸 也了解了解最新情况 但是警方早就锁定他了呀 一出门就被民警当场抓获 被捕之后 在审讯室里面 警方出具了大量的痕迹物证 这丁国里呢 倒也没有抵赖 对自己的犯罪事实 共认不讳 把自己的犯罪经过 全都交代了出来 为什么选在那一天 因为啊 跟老乡聊天的时候 偶然得知天城大厦 那几天 这检修摄像头了 所以那几天摄像头并没开 没开摄像头 那不就是我的机会吗 再加上之前 他当保安的时候知道 一号楼三十二楼 没有人住 这就便于藏身呢 而鼎鼎大名的陈旭然 这丁国里自然是认识的 那年头但凡看见是 谁不认识陈旭然呢 所以他也知道陈旭然 具体住在哪一户 打一开始 就把作案目标 放在了陈旭然家 最终丁国里 因故意杀人罪 被依法判处死刑 1999年年底 丁国里被执行枪刑 咱们来说一个 1995年 发生在天津的血案 1995年7月份 好多人发现 白宫酒楼 已经好几天 没有开门营业了 这特别的不正常 这家酒楼的生意 一直是特别的红火 关一天门 这就得损失不少钱呢 7月14号这天 有七八个人 来到酒楼拍门敲窗 可是里边呢 没有任何的回应 这几个人低头一商量啊 就来到了 天津经济开发区 公安分局的门前 但门口犹豫了很长时间 终于还是进去了 这几位都是一个叫 王传奇的人的至亲好友 王传奇两口子 已经失踪了一个礼拜了 最后有人见到 这夫妻二人出现的地方 就是白宫酒楼 所以他们就到这来找 要说起王传奇 那不是一般的人物啊 他外号叫四巴黎 是天津黑道上有名的画室人 在当地 那是大佬老大级别的人物 他的一句话 就能摆平很多事 道上有人出了事啊 都找他帮忙给说喝 1995年7月7号的晚上 王传奇带着妻子 来到白宫酒楼赴宴之后 神秘的失踪了 他家的人呢 和朋友们 在寻找了一个礼拜之后 最终选择了报警 天津开发区 公安分局的民警 来到白宫酒楼 发现这儿呢 确实已经好多天 没人来过了 他们调查走访周围的邻居 发现从7月9号之后 就再也没有人见过 白宫酒楼的老板 王金哲 这人呢 在江湖上也有名号 大家都叫他小名 王茂 他的妻子张秀珍呢 也一起失踪了 你瞧 前面一对夫妇 这又是一对夫妇 全失踪了 可令人没想到的是 继续深入调查下去 警方发现白宫酒楼 所有的服务员和管理人员 也全部消失的无影无踪 而且连王金哲 和张秀珍夫妇的家人 也都不见了 白宫酒楼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能让这么多人人间蒸发呀 而且更让人吃惊的是 之后陆陆续续的 又有五家人到公安局来报案 他们都说自家的男人呢 在七月七号的晚上失踪 最后的活动地点都是白宫酒楼 诡异的是 这五家人相互之间都有来往 这是天津公安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事 他们直接汇报给了天津公安局 刑侦处的处长刘岳进 刘岳进看了材料 决定立刻进驻白宫酒楼 进行现场勘察 白宫酒楼位于天津市经济开发区二大街 共分三层 地上两层 地下一层 刘岳进指挥技术人员 对各个房间的地面进行了检验 当检查到地下一层的三号雅间的时候 报告上面显示 该房间地面虽然被水冲洗过 但是仍然检验出有四种不同血型的人血 曾经流淌在地面上 当然 这个时候刘岳进根本不知道 他站立的这个地方 天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二大街的白宫酒楼三号雅间里 曾经发生的凶残血腥厮杀 这场厮杀 是天津市建国以来数一数二的凶杀案件 目前呢 最大的一起应该是开车撞人的案件 大家可以查一下 这个熙熙攘攘的白宫酒楼 现在是消消停停 名声大大的老板和老板娘不知道去向了 服务小姐们也都像蒸发了一样 到底这发生了什么事 是不是有人受伤或者死亡了 谁死了 谁伤了 死的人被扔到哪了 伤的人躲到哪了 这一切 全都不知道 这时候 社会上的谣言就传开了 白宫酒楼就是个杀人的魔库 黑店 失踪的不是七个人 是七十个 一时之间 凡是天津本地失踪人员的家顺位 自己家的人可能都是在白宫酒楼失踪的 而失踪的人呢 似乎都在同一时间 有了一种隐形的身份 老百姓纷纷地猜测呀 这些人跟这个白宫魔窟 他们之间有着什么什么样的联系 社会舆论的压力太大了 在案发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在市委市政府的任何一次会议上 只要有市公安局的领导去参加 各级领导劈头问的都是同一个问题 白宫的案子怎么样了 天津市公安局成立了专案团 团长由刘岳进担任 全国呀 大大小小的案子 只听说过成立专案组 这专案团的出现 恐怕不仅仅是在天津 在全国也是独一份 刘岳进决定对王金哲夫妇 和王传奇夫妇 以及其他五名失踪者的行踪 进行彻底的调查 很快他就有了发现 白宫酒楼的老板娘张秀 张秀珍的名字出现在了1995年7月9号 飞往深圳的班级上 这就证明 相对于王传奇夫妇和其他五名失踪者 王金哲和张秀珍身上的嫌疑更大 因为张秀珍至少在7月9号 还能够确定行踪 专案团进行了分析 认为现在找王金哲和张秀珍不太容易 最好的办法就是守株待兔 长期在外潜逃的人呢 都需要用大笔的钱 用钱就得动卡 所以 专案团立刻把王金哲和张秀珍名下的 所有银行卡都进行了报警锁定 一旦在全国任何一个地方取钱 系统就会马上报警 这些银行卡当中 王金哲于1995年5月 在中国银行天津开发区分行 办理了一张长城卡 一次性存入60万 这张卡成了刘跃进的重点关注对象 1995年8月4号下午3点25分 中国银行福州分行传来消息 他们已经把持卡取款的一对男女扣留了 刘跃进立即派刑侦七队教导员宋海洋 带领赵路等人飞往福州 警方到福州 一核对着男女的身份 女的确实就是王金哲的妻子张秀珍 而男的呢 却是王秀哲在天津节时的福建船员廖祥勇 张秀珍交代 7月9号 他带着女儿下飞机之后 有王金哲以前的同事 廖翔永接站 从广州坐汽车到福州 王金哲摆脱同伙之后 跟他在福州会合 去取款的时候 王金哲就在银行外面 在张秀珍的供述之下 白宫酒楼血案的谜底 也渐渐地揭开了 1995年7月1号晚上8点多 白宫酒楼里 王金哲正堂前堂后地招呼着 客人呢 络绎不绝 王金哲脸上泛着那种 生意兴隆的喜悦 酒楼的金小姐 这时候被一名郭姓的客人纠缠 当着很多的客人 那位郭先生呢 这满脸都是吟笑 对郭小姐动手动脚 金小姐当然不干了 就跟郭先生还扭打起来 王金哲他也不是一个善茬 1984年就因为抢劫罪 被判了四年 出狱之后开了这家酒楼 在这片地面上也算是个人物 当他看见一个男的正揪着金小姐头发的时候 他上去就给了那人一耳光 当时谁也没想到 就这么一个耳光打出了十条人命 王金哲打了姓郭的人一个耳光之后 姓郭的那边几位客人呢 什么话都没说 走了 留下了一个男人用手机打电话 不一会儿就来了六七个人 其中呢 有个叫二来子的王金哲认识 这几个人气势汹汹的冲上来 王金哲还没看清脸 就挨了一个耳光 这一幕被正在酒楼当中的 王金哲的小弟于正国看见了 大哥挨打了能行吗 于正国二话不说 抄起一根木棍就追打过来 把一个人的脑袋直接给抡破了 那帮人一看还又吃亏了 就恶狠狠地喊着王金哲的小名 王猫 你动手啊 一会儿让王川起来找你 王金哲和王川起 这俩人呢 其实也挺熟 他想把王川起找来说喝一下 这事也就完了 但是打了好几回传呼 王川起都没回 后来是怎么跟王川起联系上的 张秀珍也说不清楚了 他只知道 7月7号 王川起来电话说 对方的人都找到了 晚上6点左右就要到白宫来 王川起又说呀 那几个挨打的人 跟他的关系都不错 你掏个十万八万的 这事我说说好不好 就算了 王金哲说 两边都挨打了 顶多也就是摆两桌 把事说开了算了 掏十万八万的 那都够找人来弄死他们了 王川起在电话里听了这些 有点不高兴了 但是也没有继续的太深说 1995年7月7号晚上7点 王川起带着自己的老婆 以及其他的五个男人 六男一女来到了白宫酒楼 可能是谈崩了 被王金哲邀请来的刘立冈 赵学奇 米元等等几个人 用猎枪把酒楼下边 三号雅间的人全部打死 刘立冈是王金哲的远亲 至于凶手还有谁 尸体又在什么地方 张秀珍讲不清楚 只是在事后 王金哲让他从家里拿来 十五万块钱分给那些人 就再也没见过他们 张秀珍当天没有参加这场杀戮 这个事情他也只知道一个大概 目前当务之急呀 就是逮捕刘立冈 赵学奇和米元等几个人 这几个人都有枪 又杀了好几个人 已经是毫无顾忌了 在社会上多待一天 就多一分风险 刘跃进马上安排人 追查刘立冈 赵学奇 米元等人的下落 同时 请求福州警方 帮忙查找王金哲的下落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又发生了一起灭门血案 1995年8月31号晚上七点多 天津市虹桥区丁子孤零号路 一户居民的房门被敲开 房主看见门外呀 站着四个小伙子 其中一个问 铁袋家在哪 房主指着里边那个楼梯口 就把门关上了 当天晚上 傅简平也就是外号铁弹的这个人 一家三口都被勒死 被抢走2.4万元现金 还有金银首饰 刘跃进立刻来到现场 经过对傅简平社会关系的调查 他惊讶地发现 傅简平居然和刘立冈有交集 专案组仿佛闻到了白宫血案凶犯们的味道 这个案子很可能是刘立冈他们干的 他们几个人很可能已经秘密地前回了天津 很快 他就把突破口锁定在刘立冈的情人江亚利身上 江亚利跟刘立冈俩人青梅竹马 后来因为刘立冈在1983年严打期间被判了重刑 这江亚利不得不跟别人结了婚 并且还生了一个男孩 刘立冈在1994年保外就医之后 回到天津 度火中烧 把江亚利的男人暴打一顿之后 从家里给撵走了 这之后呢 纠战雀巢一直跟江亚利同居 江亚利后来索性跟他的前夫就离了婚了 在张立真交代了白宫血案的案情之后 干警监控和跟踪江亚利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 但是刘立冈和江亚利似乎明白他们的处境 所以这明面上啊没有往来 刘悦进判断 江亚利知道刘立冈的行踪 他当即决定把江亚利秘密拘留 果然 在经过两天两夜的审讯之后 江亚利终于供出了刘立冈在天津的另一个重要落脚点 北陈区天幕柳滩东里 刘立冈的干姐孙敏家 警方立刻赶到孙敏家抓捕刘立冈 孙敏家住的是一个新型的小区 楼道的房门呢很多 孙敏家的412号房间 位于一条狭长的拐道尽头 在这么一个地方 运作警力的空间非常小 根据这个地形 刘悦进在布置了层层包围圈之后 挑选了10名刑侦器队的队员组成冲锋队 他们是刑侦器队队长陈永山 教导员宋海洋 还有侦察员新军等等 凌晨4点30分 专案团决定强攻 刘悦进果断下达了强攻命令 房道门哐的一声被砸开 这里边还有一道木门 侦察员新军又用肩膀撞开木门 侦察员们紧随其后冲入到屋里 而大屋里的一幕让他们停下了脚步 刘立冈和赵学奇 穷凶极恶地把孙敏和孙敏的儿子劫持为人质 这刀尖就顶在母子俩的脖子上 死亡的恐怖气息让人窒息 刘立冈的声音扭曲变形透露着凶残 他喊 开枪啊 再往前走一步 老子宰了他们俩 说的不太好 不太凶残 您就往凶残了想吧 隔着四五米远的距离 陈永山开始和刘立冈谈判 但是不管你说什么 歹徒们都拒绝接受 两个小时过去了 刘立冈亲自出马 他说 我是五处处长刘立冈 你们的处境啊 自己应该很清楚 有什么要求就说 只要是我说了算的 都能满足 刘立冈知道 跟这伙人讲什么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没有用 他接着说 你们拿女人跟孩子在这 算什么老爷们 你刘立冈啊 在后边算什么男人 你还有脸吗 你 这番话 在刘立冈死水一潭的心里啊 起到了微妙的作用 他不再狂喊乱叫了 哑然的站了一会儿 声音嘶哑的说 你把我老婆叫来 我要见见她 刘立冈知道 刘立冈所说的老婆 就是江雅丽 他说 可以 我答应你 之后 刘立冈不失时机地转向赵学奇 大奇 你有什么要求啊 赵学奇见刘立冈都说出了条件 他就说 我要见我妈妈 刘立冈挺痛快地说 这样 赵学奇 一定让你见到你妈 但是他岁数太大 现在天还不亮 太早了 一会儿到五处 一定让你见 母子情深我知道 说到做到 我也要见我妈 这刘立冈啊 好像怕吃亏似的 赶紧也抢着话说 刘立冈说 可以 都可以见 话音刚落 江雅丽已经被人带上来了 一见到刘立冈 江雅丽的眼圈刷就红了 继而开始大哭 刘立冈默默地把刀扔到了刘月进的脚下 把孙敏的小孩呢 往旁边一推 大步地就走了过来 赵学奇似乎有点犹豫 刘月进 与其平静 但是步步紧逼地说 赵学奇 你怎么办 刘立冈已经过来了 后边的侦察 后边的侦察员想上去抓赵学奇 但是被刘月进暗中的拉了一下 从本性上讲 赵学奇是这伙人里最凶残的一个 本来呢 是王金哲找到赵学奇和刘立冈 刘立冈又找到了米元 魏稳庆 于正国 张兴光和张玉杰这些人 但是从7月7号白宫酒楼3号雅间 他打响了第一枪之后 他就成了这伙人当中说了算的人物 当时他凭着一股子凶残 做下了连杀7人的惊天大案之后 没过多久就后悔了 他后悔什么 不是杀人 而是觉得为了区区两万块钱去杀人 有点不值 太便宜了 又觉得这钱是刘立冈分的 那是不是他还隐瞒了一部分 他给私吞了 对刘立冈啊 也开始猜疑起来 血案发生之后 几个人决定到广州去避风头 在天津开往广州的1534列车上 和刘立冈赵学奇一起逃亡的王金哲 草木皆兵 看见穿绿色衣服的人呢 这心里就哆嗦 赵学奇看不上王金哲 认为王金哲是块软骨头 到了广东陆峰他朋友那儿 他几次萌生了想要灭掉王金哲的想法 但是王金哲呢 也是个老江湖 聪明着呢 他看出了赵学奇的用心 经常呢 流着眼泪对赵学奇他们说 且见四儿 给大家伙添麻烦了 我欠你们一生一世的恩情 哎 这感情公事 然而 王金哲却背着他们 悄悄地买好了去福州的车票 趁他们不注意跑了 赵学奇和刘立冈他们几个人 在外思乡心切 就又结伴杀回了天津 王金哲分给他们每人两万块钱 早就花光了 所以他们决定再干一票 刘立冈想到了自己认识的傅建平 这个人呢 有点钱 在8月31号晚上 他找到傅建平就要钱 本来就想拿完了钱就走人 但是想来想去 又盼留下活口暴露行踪啊 就把傅建平的一家三口 全部给杀了 这时候 面对刘跃进等刑警的包围 赵学奇又磨蹭了一会儿 猛地把孙敏往前一推 自己呢 往地上一跪 大声喊道 我不活了 一边喊就举着这个刀啊 朝自己的头上就砍 警员们一拥而上 赵学奇 媚死撑 刘立冈和赵学奇被捕之后 7月7号晚上血案的全部过程 才被警方知晓 金小姐和客人发生冲突之后 刘立冈接到了王金哲的传呼 让他来白宫酒楼一趟 他打车到了酒楼之后 王金哲跟赵学奇已经在门口等他了 王金哲说 我和别人打仗了 你找几个兄弟来给我顶几天 刘立冈连夜就招呼来 米园 魏稳庆 于正国 张兴光 张玉杰几个人 第二天 王金哲说得搞把枪来 刘立冈 赵学奇就来到河北苍州的望角夜总会 找到老板常亮等人 买了一把带缩子的五连发猎枪 后来呢 又到苍州买个其他的枪 王金哲还嫌枪不够用 赵学奇通过他的哥们赵金海 又买了一支单管猎枪和三支四连发猎枪 还有一箱子子弹 赵学奇又把赵金海也拉进了团伙 这样 王金哲这一伙 包括他 一共有九个人 谈判的那天 王金哲和刘立冈商量 王川奇他们呢 要是来说和 咱们就谈 要是打架 咱们就把他们办了 刘立冈把赵学奇等人招呼到一起 交代他们 晚上 我和王金哲在雅尖里边跟他们谈 谈不成 喊你们 谁也别含糊 到了傍晚五点多钟 刘立冈在酒楼的大厅里 看见了他的妹夫金树青和田凯来吃饭 晚上七点多 王川奇带着五个男的和一个女的准时到了 这其中有一个人呢 自称是东北乔四的弟弟 乔七 这听着多可乐呀 什么时候都有蹭热度的人 那乔四家哪有老七呀 这人开口说 你把我们老板给打了 怎么办 这么着 你先拿两万块钱给我们老板治病 有什么事 回来再说 王金哲也不干了 那我爱那个嘴巴子 那么说呀 我拿两万块钱没有问题 你问王川奇同意吗 他呀 想拉着王川奇到自个儿这边 可王川奇假仁假意的说 钱的事 我不颤和 有一个戴眼镜的 拿出了一种气势汹汹的架势 他说 我们不是卖白菜的啊 别想磨磨嘴就把我们打发了 刘李刚听完 也把眼睛竖起来了 你不是卖白菜的 我们也不是卖土豆的 王川奇这时候站起身来 魂不吝地指着刘李刚说 叉叉叉 再说话 我臭你 刘李刚心里窝着的火 一下就窜上来了 他对王金哲说 三哥 给他们上菜 这句话 是事先约定好的 意思就是啊 出去喊人 把枪拿来 绊了他们 王金哲转身出门 把赵学奇等几个人叫来 外边的几个人 拿着猎枪冲进房间 人来枪响真不含糊 王川奇他们一个一个跪倒在地 膝盖和腿呀 都被打得是血肉模糊 王川奇一看形势不对 他说 得 你们厉害 快把我送医院 我呀 退出江湖 位置让给你们 行不行 我绝不高管 这时候 估计 王川奇的肠子都毁成好几截了 他这回来 把老婆也带来了 而且他老婆还怀着孕 可是这边的刘立冈和王金哲等人一想啊 王川奇那可是当地老大呀 你开枪把他打捞 以后能有好日子过吗 得了 一不做 二不休吧 之后呢 刘立冈等人用枪托砸 用绳子勒等手段 把王川奇等七人先后杀死 就在刘立冈砸王川奇的时候 他的妹夫金树青 在大堂里也听见这边声音不对 就循着声过来看 一推门呢 以为刘立冈只是在跟别人打架 金树青上来呀 就帮着刘立冈把王川奇掀翻 只见刘立冈瞪了他一眼寒 你出去 你搅和骂 快点走啊 金树青被推出来之后 他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但是呢 案发之后 他又替刘立冈找在铁路客运段工作的田凯 买了五张逃往广州的火车票 他当时就没过脑子想想 这样的惊天大案 怎么能够包庇呀 当然什么案子也不能包庇 是吧 事后他被判处了无期徒刑 刘立冈等人一共杀死了七人 一共八条性命 王川奇的媳妇那是一尸两命 他们把七具尸体扔进操作间隔壁的厕所套间 那有一个大水池子扔在那了 到第二天的下午 七具尸体被扒光了衣服装在塑料袋里 有王金哲刘立冈等人开着车拉到东立附近 找了一块芦苇地埋了 除了王川奇之外呀 被杀的人都不知道杀自己的人叫什么 杀人的人也不知道被杀的人是谁 和刘立冈一起逃亡的米园 魏稳庆 于振国 张星光和张玉杰都被陆续捉拿归案 但是首犯王金哲却迟迟地抓不到 虽然专案团把王金哲所有的亲朋好友都进行了监控 但是就没有发现他的踪迹 专案团在梳理王金哲社会关系的时候 发现他最早是卖降货起家的 之后又在开发区买下了几座售货亭卖货 在开酒楼的时候 他就把这几个售货亭分租给了别人 其中一个就租给了于振国 而这个于振国跟王金哲的关系还不错 专案团认为 王金哲虽然有钱 但是时间一长 你钱再多也有花完的时候 银行卡他是不敢再用了 而售货亭的租金虽然不多 但是补贴救急这没问题 王金哲很有可能冒险向于振国讨要租金 所以对售货亭的监控一直没有放松 白宫冒案发生后的第111天 也就是1995年10月26号 王金哲的姐姐不知道从哪儿啊 突然回到了天津 向于振国的老婆要租金 双方商定好 转天下午一点 在唐姑商业大厦见面交钱 王金哲的姐夫张东友 在取钱的时候被警方抓获 他交代 他不知道王金哲确切的藏身地点 但是呢 有一个BB机可以联系到王金哲 这个BB机是王金哲的哥哥买来 专门为王金哲和家人联系用的 每周日开机 王金哲呢 也会定时地打回来 打开传呼机 王金哲最近几个周日的传呼号码 还没有消掉 荧幕上显示的是四川省开线的电话号码 刑警赵年福 李庆彪等人 兴夜兼程 赶赴开线 开线公安机关协助天津警方 顺利查清了这个电话号码 是县城城边丰盛街上的一个公用电话 秘密走访电话主人 他说 据此不远的丰盛街52号杜霞家 最近来了一个北方男人 而且呢 打这个电话的男人 就是杜霞带着来的 警察拿出照片让他辨认 店主确定 就是王金哲 因为杜霞家居住的地形啊 复杂 通道后门非常多 所以警方先对杜霞家进行了监控 到第二天下午五点 监视的警员傅炳强发现 一个男子走进了杜霞家 从背影身高形态 看上去啊 就是王金哲 不一会儿 那名男子出来了 手里拎着一件黄色的风衣 赵福年冲过去喊了一声 王猫 王金哲 问听浑身就是一机灵啊 几个警员冲上去 就把他扑倒在地 王金哲也听出来了 警察这是天惊口音 非常悲哀地 闭上了双眼 王金哲从福州逃脱之后 带着女儿在河北廊房租了房子 之后 他的姐姐姐夫也都悄悄地来到廊房 照顾他的女儿 可是他呢 惶惶不可终日啊 在廊房白猫舞厅 他有意地结识了坐台小姐杜霞 他跟人家吹 自个儿有钱 大老板 你老家哪儿的 开县 开县好地方啊 这么着 咱俩回去吧 我在那儿投个资 咱们共同发展 王金哲 骗得了杜霞的信任之后 觉得公安局啊 肯定是要盯死他的家人 所以 他甩开了家人 和杜霞一起来到了开县 就住在杜霞家 住了一段时间 他仍然觉得不安全 又瞒着杜霞 在开县另租了一处房子 抓他的时候 他是回杜霞家 去望在那儿的封衣 到这儿 白宫血案彻底侦破 王金哲等九人 以及包庇他们的人 都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在这儿的封衣 在这儿的封衣 中的封衣